香菇糯米現蒸出鍋 搭配香菇配上蛋黃 通通包進粽葉裡頭 當舞弊吃熱騰騰的粽子 多少錢民眾買得下手 甚至在高屋家的工程師之都新竹 出現超高價粽子 有民眾說朋友硬頸買了兩顆肉粽 要他猜猜看價錢 看粽子的外觀猜90 猜的是兩顆的價錢90元 沒想到朋友竟然說 光是一顆就要90 兩顆要180元 一顆太貴了 50塊我可以接受 可是你90塊 我等於1000我可以買兩顆 假如說內餡包的料 原料都是還是有一個等級的話 我覺得5090塊 不貴還可以 不過粽子白白款 這高價粽子裡頭說不定有好料 上次這顆雖然要價100元 但是裡頭有XO醬 干貝 還有鹹蛋黃 另外吃粽子沾什麼醬 也是端午節大家討論的重點 台中習慣的還是這款 什麼都搭的暗紅色辣椒醬 甜甜微辣的口味也很適合配肉粽 基隆則是有特色馬鹿醬 它是用味噌作為基底 吃起來鮮甜微辣很香脆 雲林還有棕紅色的花生辣醬 風味鮮香帶辣 也有不少業者醬料是自家調製 使用滷肉汁再加上辣椒等調味 淋上肉粽成為獨門調味醬 另外南北粽之爭也是每年賢奇論戰 我比較喜歡客家人的 南部的它好像是用水煮 我自己本身喜歡吃北部粽 新北十門十八王國廟附近 主要賣的是北部粽 糯米飯先炒熟和配料一起包進桂竹筍殼 蒸熟吃米飯粒粒分明 南部粽則是用香氣濃郁的麻竹葉 包進生米整顆下鍋水煮 吃起來更加柔軟而綿密 南北粽大家各有所好 對你的威之外 還得要讓你願意掏出錢買單 歡迎收看馬恩凱徐晨新竹報導